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风存股美股2022年 投资绩效挑战赛 上半年成果公告咯 它的投资爆头率 怎么可以到50%呢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其实我们好像有大概 两三个月的时间 没有跟大家聊到这个美股投资 但是我们可能在接下来 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单元 跟大家聊聊啦 那打头阵的就是 我们上半年的美股投资绩效挑战赛 已经公告了 其实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请大家呢 从一月份到六月份 每一个月都至少有 投资一笔美股 那现在你是 你透过风存股的美股 就是每个月只要定期定额 或者是定期定股 做一次的交易就好了 那连续六次 你就可以把你的成果 截图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上半年的话 就是请大家 七月一号到七月七号 来做回报 下半年的话呢 就是明年度的 一月一号到一月七号 来回报 就是七到十二月 你的绩效 那我们就是会来进行排名 那成绩最好的那个呢 他可以拿到什么 五千块的加乐福礼券 或者是五千积分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2022年的这个活动 跟去年一样 去年的话 其实是规则大致不变 那是奖项略有调整 去年的话呢 是五千加乐福 除资金跟一万积分 但后来发现这个 大家可以换积分的东西 越来越多 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再做这个 两倍的方式来回馈大家 所以我就 在2022年 我就全部做了调整 你可以选择 五千除资金 或者是五千积分 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一个 翻倍的要件 就是如果你是 又有版以上的成员 你拿到第一名 你就是会翻一倍 比如说你就可以拿 一万积分 或者是一万块的 加乐福除资金 这就蛮爽的 因为真的就是一万块钱 那我们这一次呢 有九个 那我的规则有写说 你至少要五个人以上 来回报 我们游戏规则 才会玩下去 那还好这次有超过啦 所以我们一样 就是做了一个公告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呢 得奖的是一个杨先生 那我看后台知道 他的确是 优优班的成员 真的是了不得 因为这次优优班成员 来回报大概只有两个到三个 毕竟大部分的人 可能不是自己上手 或者是熟悉的投资领域 其实不见得一定会投资美股 所以这有点难 但是呢 我这完全不勉强的 那他这一次的投资绩效 是多少呢 我赶快讲出来 你们又吓一跳 50.59% 我的天哪 他的投资报酬率 怎么可以到50%这么高 那他的总投资金额呢 其实他才付94,360的台币 等值的外币 那他现在赚的钱呢 他的账上的收入是 1420,097 这是他在7月2号回报的时候 那当然会有所波动 但是基本上50%左右 不太可能会掉到 比如说只剩10%这样子 他投资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真的是大家非常好奇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像我自己 以我来当Benchmark 就是我大部分都投资 美股的ETF 那我自己的平均报酬率 是-8.39% 这是大概是7月13号左右 截图的这个数字 我的美股付出总金额 是167万 那目前账上的约当台币 是153万 所以等于是大概亏了 十几万这样子 一般而言如果你做的是 定期定额购买ETF 比如说VT VTI 或者是SPY 或者BNDW之类的 你大概会拿到 跟我一样的平均报酬 那这一次回来回报的 9个人里面呢 只有一个人是正报酬 就是这一个低龄的 其他人都是付报酬 所以你就会觉得 真的很微妙 就是现在美股 在2022年上半年 其实是走跌的情形 你要逆势去赚钱 有点困难 但是呢 你可以持续的去赚钱吗 这就是一个 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简单分享一下 去年2021年的上半年 跟下半年的得主 是一位郭小姐 那他所做的投资 其实也不是ETF 他做的其实是 个股的投资 那他投资的 有哪些标的呢 简单分享一些些 因为他们有全部 就是都截图 所以没有办法跟你讲 每一个标的 那他一定有投的是AAPL 这个是苹果 然后DIS DIS的话应该是 今年新增加 这是迪士尼 迪士尼乐园 那再来有JNJ JNJ是Johnson & Johnson 那应该是那个 洗衣精的品牌 那再还有一个META META就是Facebook 这样子 那他去年 靠Facebook 真的是拿了第一名 就是 至少拿了两次 我这边的奖金 那很厉害啊 我恭喜他 钱都给他了 但是今年呢 这个META的部分 就会对他的投资 绩效造成很大的 负面影响 好像我自己买了META 其实他现在账上的 金额是-40% 你就会知道说 你真的是越买亏越大 那Facebook会不会起来 不知道 所以这一次简单的 这个投资交易比赛 你也可以去看到说 人性是真的很难去克服的 比如说 我有一位成员 那个林先生 他就只买BNTW跟VTI 他是非常非常的贯彻 就是股债平衡比 那股票型ETF 每个月固定买多少 然后债券型ETF 每个月固定买多少 那他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11% 这也是平均美股 目前的跌势 所以我觉得 这是贴近大盘的 绩效 这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的部分 为什么我的绩效会好一点点 是因为我有 除了我自己的 大盘的投资比例之外 还有少部分的部分 是拿来做 个股的投资 所以他才有可能会 有额外增加绩效的部分 比如说我这次有买什么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有一本书的读书心得分享 那里面有讲到说 COST 就是Costco Costco 其实我从两个月前 就开始做定期定股 一次买一股 一次买一股 不要小看这一股 这一股它要400多块美金 你每个月就是扣个 400多块美金 这多少 1万多块钱 你也要准备这个钱 你知道吗 扣 那他的绩效 目前的确是不错 往上走 然后 AAPL 我已经定期定额 大概一年多了 所以这个 苹果的股票 我自己本身 应该是在之前蛮低的时候 就有持续在累积 所以他到现在 他就是时起时落 时起时落 但是基本上 他会是一个赚钱的状态 那今天所跟你分享的 所有的个股标的 都不是叫你要去投 因为我们不能够照着 后照镜开车 我们分享的这些 这些粉丝们 他们自己所做的投资决策 他们都必须要向自己负责 但是没有必要为你负责 所以你今天听了 你看了我们的文章 你看了这些人的成效 你可以去思考 你适不适合 这样子的投资策略 因为半年以来的 投资效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人会大赚钱 但是也有人大赔钱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讲的 也就是说 你就算是直接投资大盘 买全市场的ETF 跟全市场的股票跟债券 其实你都不见得 一定能够 就是躲避这个下跌的风险 因为很难 可能一次可以赚钱 但是我个人可以斗胆预测 杨先生他在下半年 绝对不可能再拿第一名 因为个股的风险就是很高 那不然为什么 去年的郭小姐 他没有办法在今年上面 继续拿第一名 对不对 这很难啊 对不对 因为他一开始他他压的可能是Facebook 就是Facebook在2022年一开始就狂跌了 那他跌了半年都还没有起来 所以他的投资绩效就会受到Facebook的拖累 很惨 好 那如果你现在去买Facebook 是一个名字之句吗 这个你就要自己去思考 就是他未来这个企业 有没有可能会有没有可能会持续的获利 然后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那你才有可能去把钱投进去 他有可能就是让你赚钱嘛 但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不是Facebook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企业发生什么问题 或者是未来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这个元宇宙的科技 或者是技术会问世 然后就让他重新就是站上雄风 这很难讲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 你一定要买这个将来一定会赚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干嘛跟你讲 我直接中压就好了 对不对 好就好像这一阵子就是国安基金 终于看不下去了 发现台股就是萎靡不振 然后跌到万四跌破万四了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要进场 结果进场之后 今天台积店怎样 原本是400是450在排完 现在就是砰一下上去就涨了22到23点 然后就跑到460还是470 我就觉得说搞什么 就是我本来还要再买个430 440 就是很可爱的就是捡便宜这样 就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捡便宜 对啊结果就没了 因为他马上就跳470 那我觉得那干嘛买啊 就跟我之前平均下单的 那个就差不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台股基金进场 也许它是一个讯号 就是现在很多的节目都在做说 台股基金平均进场都没有亏钱 那他们都买了哪些东西 当然他不会马上跟你讲说 他一定买什么 因为我同时有比较 就今天0050的指数 他有涨多少 涨0点几%吧 但是台股电就涨了很多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国安基金买的很有可能是台股电 那他还有买一些其他的科技类股 或者是金融类股 我们不知道 因为你必须要等到当天的盘结束之后 然后你去看到底哪些单是大买的 那你撇除外资之外呢 你看那些你就知道 这是国安基金进场的 你想想看哦 你可以跟着国安基金买嘛 国安基金为什么抽你到现在都没有赔 因为他是在股票最便宜的时候买 那他买了之后是不是就上去了 他上去之后呢 他再卖掉 其实他就赚钱了 说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当国安基金决定要进场的时候的前面 应该就是你进场的好时机 因为他已经是市场相对便宜的部分了 但是既然都已经进场了 你现在要进场还减得到便宜吗 可能可以 因为台积电还没有超过500嘛 所以你可能470480你还可以再减一点 但是如果再往上的部分我觉得 那就算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有跟大家分享那个 星光证券的开户跟一些下单手续费优惠嘛 除此之外我在我的粉丝也有做一个Facebook的活动 就是请大家来分享你这一年或这半年 你投资台股的一些心得 然后再放上你的这个截图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星光证券的交易截图 你就可以来参加抽脚 我们也送1万块钱 送很多 跟这个风存股美股送的不相上下 对但是我们活动就是一个月 然后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最近的台股交易状况怎么样 对要抽10个人一个人送1000块 所以10个人就是1万块送出去 你看厂商给的钱全部都给你们 然后你们还不来参加 然后那一篇成效就超烂 我就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办 没救了 但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风存股美股的投资竞赛 他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参加 但是呢我相信 这样子的资讯传达 资讯布达举办活动 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投资的兴趣 然后你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 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也可以试着去投资 并且去参加比赛 那你拿到第一名 那就更爽了 因为第一名就是拿走5000 拿走1万块 对不对 那有风金证券的话 钱比较少 就是只有一个人就拿一千 但是如果你是10个人的话 10个人以内 基本上就人人有讲 但是你要写的言之有误 如果你写的太烂了 我可能就不会选你这样子 所以这种特殊活动的部分 我建议大家就是 符合你自己的投资哲学 而且你有在做的 我就非常建议你来参加 那我们风存股一样 就是下半年 台股跟美股一样 都有持续做活动 你可以在我们的大户Telegram 里面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还没加入的话 就是赶快上车 然后申请加入 就可以加入里面了 美股投资 现在到底还值不值得进场 这个我觉得 跟台股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美股大跌 台股也会跌 其实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市场 那现在台股已经就是 因为国安基金进场 而往上走了 台股的国安基金 不会去帮助到美股 所以美股那边的话 如果持续升息的情况之下 势必就是资金会持续的抽走 离开股市 所以代表说 你其实在下半年 还有机会再减到便宜的股票 那你是不是就要考虑 就是先开个户头 然后来进行交易呢 尤其是定期定额这种 就是可以撇除你个人的交易心魔 那你就更有纪律 更有机会可以去 累积你的财富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 今天刚刚一开始有讲了 我自己的投资的金额 来Benchmark的部分 我自己已经放167万了 所以在年底之前 其实应该已经快200了 因为如果美股是167万 那我放在封存股台股的部分 也二三十以上 所以加一加 大概已经18019了 所以在12月之前 大概应该会破200万 对 那我都可以这样子拼命的去投资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可以 那这一次的这九个人里面 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部分的投资的人 都没有很少 比如说才投资个几千块台币 然后就来报名参加 大部分都是已经有5到10万左右 那甚至有一个很接近我的投资的金额 就是大概100万左右 所以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 你都是有机会可以持续的累积财富 你如果真的心脏不够大科 请你不要买个股 因为个股真的是大起大落 像Facebook你放1000美金 然后现在只剩600美金 你可以接受吗 你就是少了400美金 因为它就是绩效负40% 但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的话 你也可以采取比较中庸之道 就是以股票型ETF 跟债券型ETF来做资产配置 那每个月固定的投资 一定比例的金额去买 全市场指数型的股票型ETF 跟全市场指数型的债券型ETF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你就不需要像我们一样 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 额外再拿一些钱来玩有的美德 但是这些有的美德的部分 可能会决定你的绩效好坏 但所以你自己要抓一下 比如说100万里面呢 你90万都买全市场指数型ETF 那你剩下10万块钱 你可以随便买 我发觉有一些人很妙 他会买一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说 这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有人买Visa Visa这我们都知道嘛 那VEA的部分是我在eToro 也有在买的 那也有人买那个SMH Van ECK 这好像是某种策略型的ETF 那他还买了不少 有用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去买的 所以这些投资标的就会让我 就是有心里面有很大的问号 就说因为大家都玩这么大吗 就是都玩一些奇怪的 因为就算是ETF 它也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ETF 然后也是有可能让你有可能获利 或者是两倍三倍指数反向之类的 它有各种不同的变种 那该不该这样买 我个人就觉得持暴流的态度 比如说这次杨先生他买的SHEL 这应该就是壳牌石油吧 壳牌石油他这半年赚那么多 然后不受市场影响 那下半年呢 对因为我们知道他上半年的成绩非常的好 但是下半年还要继续投吗 下半年会让你继续赚钱吗 还是会全部亏完 这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也有人买VOO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这些标的 这些标的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去参考一下 甚至网上有很多的部落客 或者是一些财经老师 他们有在介绍过的这些商品 你都可以去一一的了解一下 这个远比你一天到晚在那边 罚Facebook还好 把你的时间浪费在社群媒体上面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注意力就被人家收割了 就被人家换成钱 广告主撒钱在我身上 然后把你们当商品卖掉 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尽量跳脱 这样子的回圈 那你才有可能尽快达到财富自由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讯我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就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